如果你的手机和我一样在接通电话时 手机上方会显示3G网络的民众可要注意了 因为从6月30号开始将全数关闭3G语音网络 也代表之后可能无法通话 因应5G时代来临 电信三雄决定6月30号全面关闭3G网络 以4G语音VOTE代替 统计受影响用户高达53万户 先要注意可能是一些长辈 他可能还在用比较旧的3G手机 可能会影响到他不能拨打电话 不能接打电话 甚至有一些像是紧急电话不能拨打 3G网络关闭后手机不止无法通话 连紧急电话都打不了 这时候该如何检查 必须先确认手机及SIM卡 是否支援4G语音VOTE 记得要开启设定 尤其使用这款手机的民众要特别注意 七八年十年内就不用担心 如果到十年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近年到时候特别要注意是 国外你如果是例如在之前国外工作 或者你在国外读书 你在当地国外买的手机带回台湾 可能可以上网 但是VOTE这个功能不一定可以开 NCC预估3G网络关闭之后 全年可节省超过2.8亿度电 对于用户而言 手机也相对省电 以往你就通话说要切掉3G 那通话结束再切为4G 5G 那的确在手机上面会比较耗电 电信三雄也针对3G用户 推出优惠 中华电信推出已持有VOTE手机的3G客户 月角183元升级4G单门号 台客大续约月租费最低149元 升级支援4G免费带走智慧型手机 远传也是月付149升级支援4G 带着3G手机到电回收 还能限制500元 3G网络关闭影响通话 提醒民众也要赶紧检查手机 三零讯会程中卫张志涵 台北赛网报 敲约月